晚上好 我是下师 今晚的大事迹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美女部长杨美盈将在3月29号 下架IOI产业首席执行员李耀生 另外 首相敦马也一连回应了马兴供水水价问题 以及一党为何协议在世贸月补选上不支持国阵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看2月17号的百个大事迹 能源科医环境部长杨美盈去年12月被有人爆料 跟IOI产业首席执行员李耀生交往 不到三个月就爆出 两人即将在3月29号结婚了 根据新报报道 婚礼将在吉隆坡低调举行 双方已经发出请柬邀请亲友出席 而本地艺人光良跟梁静如则受邀到婚礼演唱祝星 无论如何 杨美盈对她的恋情始终三见其口 甚至还没有回应大婚消息 不过在此就先恭喜杨部长了 接着来看有关马兴睡家课题 首相敦马坦言 大马供水给新加坡 每1000加仑只收三仙 是不合理的 因为今时今日的三仙 连椰浆饭都买不到 敦马提到 这项协议是1962年签署的 当时一仙可以买很多东西 但现在并不能 实际上物品的价格就应该根据当前的情况而定 尤其距离两国水贡协定的借满期是2061年这么久 这样的价格并不合理 因此外交部长赛富丁将率领大马代表团跟新加坡重启调涨生水价格的谈判问题 另外 断马也回应世贸月补选的课题 他说 一党会协议在世贸月补选中停止支持巫统 是因为对手不是行动党 相反的 会在金马轮补选支持巫统 是因为上阵的就是行动党 接下来关注国内娱乐新闻 早前猝死家中的大马网红陈其密 今早出兵 大约有百名身穿黑衣的网红 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不过红人馆创办人兼艺人 黄明志并没有出席 当中吉米的前女友陈泰李贝 以家属身份扶灵 与另外两名家属 一起向出席仪式的亲友举功致矣 陈吉米的遗体随后被送往沙亚兰富贵山庄火化 最后来看国际新闻 继早前意大利时装品牌Dolce & Gabbana 被指辱华掀起轩软大波后 西班牙时装品牌ZARA 近期也卷入辱华风波 ZARA上周五在微博 发布最新化妆品的广告 其中中国模特儿李静文 满脸雀斑的照片 引发部分网民不满 认为ZARA刻意宠化中国女性 对此ZARA回应 这纯粹只是审美观不同 还强调 照片是在自然状态下拍摄的 没有修图 从网民的留言看来 确实不少人认为 这张照片不好看 不过因此觉得辱华的 只是少数 甚至还有网民留言力挺 那么你又怎么看呢 今晚的大事迹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